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丹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分球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 书名叫做 图像里的台湾 跨越世纪的信号 18世纪到20世纪 在广播节目 要来介绍这本书 书名明白地说 叫做图像里的台湾史 我当然心里曾经有过犹豫 因为在广播节目 当然没办法呈现图像 而书里面特别强调了 图像所呈现出来的 台湾的过去 那怎么介绍这本书呢 考虑了一阵子 我还是决定 跟大家推荐 跟介绍这本书 除了希望大家 如果觉得内容很有意思 你可以找这本书 来看书里面 所付给大家的 这些历史图像 不过更重要的 那就是 即使没有图像 在这本 由张龙次馆长 所组编的书里面 很多的文章 即使是脱离的图像 其实仍然对于 我们如何认识台湾市 提供了很多的故事 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这本书的主编 张龙次 他现任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的博士 他曾经担任中央研究院台湾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清华大学 中文社会学院的学士班主任 并且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台湾汉学讲座 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台湾研究讲座等等 他的研究的领域是台湾社会文化史 族群关系史 比较殖民史史学史 以及公众历史学 举一个例子 在这本书里由简红义所写的一篇标题叫做 知识接力与浪漫想象 它的图像就是来自于耶稣会是冯炳正所描述的台湾原住民形象 那关于这个形象 简红义给了我们很有趣的开头的描述 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向来是外来旅行者积极记录的对象 他们大多以文字来描述台湾原住民 使得从未到过台湾的编辑跟读者 就必须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 在脑中自行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形象 有一颗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是1670年 荷兰作家叫做Overdapper 他编转了一本书 叫做《荷兰使者》 第二第三次初始大清帝国记 在书里面就有了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同伴话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依照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一位 日尔曼牧师叫做Candidious 和苏格兰籍的一个士兵 David Wright 他们两个人的报道 再加上同版画家 他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出来的 自从荷兰人被郑德功诅咒了台湾之后 能够造访台湾并且留下记录的欧洲人士 屈指可数 欧洲对于台湾的认识管道也相当的有限 而其中影响格外重大的旅行者 是1714年奉康熙皇帝之命来访问台湾 测绘黄鱼全揽图的法国严肃会士 也就是冯炳正 他的法文名字是Josep Demelia 在对台湾的报道当中 冯炳正他曾经用文字仔细描述 台湾原住民的样貌 他说台湾原住民以皮肤为素材 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慢慢在自己的皮肤上 纹上了各种图案 纹身是一种特权 只有狩猎或者是跑步 最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得以拥有 不过其他的装饰品 却是人人都可以佩戴的 所以台湾的原住民 戴耳醉手环或者佩戴 以彩色珠子所醉成的项链和头冠 并且在头冠上插上羽毛 来作为装饰 冯炳正就请读者想象 眼前有一位感蓝棕色皮肤的人 光滑的头发随意的垂在他的肩膀上 再搭配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装饰品 还有呢 一定要加上纹身 他的手上又带着弓箭跟镖枪 全身唯一的衣物 是一块从腰部遮蔽到膝盖的布 透过这样的描述 就有一位台湾岛南部勇士的样貌 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冯炳正的报导呢 是在1720年 在法国巴黎出版 但他描述的台湾原住民形象并没有立刻成为具体的图像 竟然要等一百多年之后 1843年 比利时档案学家叫做Varland 在他编辑的图文书 书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礼仪习俗和服饰 就收录了一幅 依照冯炳正描述所绘制的台湾原住民图像 这是这个图像的来源 不过接下来在文章当中 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离开图像 来了解一下 那冯炳正他怎么来到台湾 1714年 那个时候 法国耶稣会士冯炳正 他在清帝国已经居住了超过十年了 他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 从四年前 1710年 就和其他精于数学的耶稣会士 一起奉命要来描绘 要来测量大清帝国的非常广大的版图 对于冯炳正来说 这不是一桩他心甘情愿的菜式 毕竟传教士的主要任务 应该是要感化世人的灵魂 让他们能够先向耶稣基督 测量绘画帝国版图这件事情 就让这位耶稣会士 忙得没有时间 看顾好原来的传教任务 不过却也让冯炳正 他得到了钦差的身份 每到一个地方 都能够受到各地官员的招待帮助 他有机会 亲眼见识了大清帝国的 城镇村庄河流山岳 为欧洲人记录了各种值得研究的事物 1714年的4月3号 冯炳正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 在福建南部的港口厦门 等候前往台湾的船 冯炳正不怕海洋 毕竟他曾经远渡重洋 从欧洲来到东亚 不过呢 他对于出现在他眼前的 这个中国式的捧船 他可就没办法太有信心了 冯炳正觉得中国式的捧船 这个长宽比例不对 桅杆配置的位置也有问题 虽然用主席所做成的风帆 让中国式的捧船更惊得起风 但因为整体设计的问题 整艘船看起来还是很危险 中国式捧船上没有领航员 全靠就那么一个舵工 负责操作 这些舵工啊 他们凭借着经验跟裸盘来决定方向 而且呢完全不考虑海流风力等等状况 更糟糕的是冯炳正 冯炳正他搭的这艘船 这个舵工看起来漫不经心 冯炳正就忍不住 透过随行的军官给了一些建议 而最后舵工的表现 让冯炳正安心了许多 前往台湾的航程不是很顺利 4月3日从厦门起航 到了一水之隔 那是哪里 真的很近 踩到金门 这个时候没有风了 于是呢 这个船队就只好在金门撂罗湾 抛锚等待 但第二天等了等了 等到暴风 结果呢 船队又只好在撂罗湾 再停留5天 才得以前往澎湖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到4月10号的晚上 船队抵达了澎湖 在西雨抛锚停泊 澎湖的官员前来迎接 他们一行人 先在澎湖停留了4天 冯炳正趁机观察澎湖的地理环境 测量水深和金纬度 发现这里有两港 好的港口 很适合作为船只往来 中国跟台湾的冲击站 但是澎湖岛本身 遍地平静 缺乏植被 竟然连生活的财心 都要从台湾来补给 不过澎湖仍然是 联络台湾的重要门户 再到4月15号午夜 澎湖海面吹起了东北风 于是风鸣正 他所成的船队张返启航 黎明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得到台湾岛的山卵 中午到达了台湾府 台湾府城的文武官员 来到台江岸边的接官亭 迎接这位堂堂的钦差 虽然钦差是个外国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 这三位耶稣会士 他们踏遍了台湾的西部 测量金纬度 周围会词 黄语全揽图的一举 皇帝派遣的钦差来到海外要地台湾 不免要在官署内进行各种繁文入节的仪式 但从港边前往官署的路上 好奇的冯明镇 他应该也曾经把那个轿子的帘子掀起来 看一看这个清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样貌 他发现台湾府的繁荣 不属中国多数的城市 人口聪明 商业兴盛 交通发达 街市上贩卖着台湾本地所产的 稻米 蔗糖 冰糖 还有呢 很多欧洲人看都没看过的草药 另外有从中国跟印度来的布料 漆器 瓷器 还可以发现 来自于欧洲的器物 府城 也就是今天的台南 街道笔池 两边的商店竟然有序 而为了遮挡 炙热的阳光 街道往往用布 遮盖起来 叫做不见天结 这些天蓬向上挡住了阳光 向下将防射朴素的稻草屋顶 遮蔽起来 使人只注意到天蓬下 各式各样引人注目的有趣商品 冯秉镇也看到了 荷兰人所留下来的 普罗明遮成 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为刺坎楼 他相信人数据一下风的欧洲殖民者 需要这样的防御工事 来保护自己 不过在他造访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西部 已经变成了汉人殖民者 和满洲统治者的地盘了 虽然统治者换了 但族群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 为了不让台湾发展成 汉人反抗满清帝国的基地 清政府 他们限制汉人移民台湾 想要移民台湾的人 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去买通行证和支付保证金 还得要花钱 贿赂官员 我们看到彭炳正 他在康熙朝来到了台湾 留下了这个记录 让我们对于 清帝国的海外要地 台湾当时的情况 有了比较特别的一个切入点 去认识 去理解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后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的天空 充满着希望 每天陪伴你共度 美好时光 爱在93.1 感谢你去收听杨赵坦书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图像里的台湾史 这是由张龙志 他所主编的《岛屿心态志》 这个系列书籍当中 其中的一本 虽然书名叫做图像里的台湾史 然而用文字 所写下来的一些叙述 我们其实看着看着 听着听着 对于台湾 也可以由不同角度切入的 一些认识跟了解 例如说其中一篇文章 是由卢正恒写的 标题叫做 给皇帝看图说故事 那就特别介绍了 不晓得大家之前 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份文献 叫做 评定台湾得胜图 这是什么呢 卢正恒 他开头的时候 先提醒我们说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图像 这个游戏呢 他就跟我们比拟 1788年 坐在北京 紫禁城 龙岸前的 这个时候 当皇帝的是乾隆 他曾经浏览了一套图册 他会在这些图里面 看到类似 会也是 福康安 这内容 从来没有到 台湾这块土地的乾隆皇帝 他当然在图里面 另外会看到 台湾的风景 地景 山脉 河流 城镇 植物等等 不过 还有一件事 一张又一张 展现着 尸首分离 铲之断背的 血腥战场 也似乎 在对皇帝 陈述着 战场的残酷 还有帝国大军的 为他胜利 这些图像 是林爽文事件的时候 清军统帅 福康安 他在乾隆 五四三年 在台湾的时候 奉皇帝之命 寄人化成的 一如过去十几年来 秦隆皇帝 对重要战争胜利之后 所绘制的 德胜图 这套图册 不是照片 也不是具性名义的 把整场 和林爽文 庄大田 之间的战争过程 逐一展示 这一套 一共有十六张图 这是福康安 有意识的特意挑选 而去化成的 这些图像的基础 是过去几个月内 福康安 曾经在几篇 皱折当中 详细描述了 在台湾 真南 陶北的时候 他亲自参与的 十六场 战役的细节 藉由 画了图像的机会 福康安 就尝试 要把他的 皱折的内容 转换成为图像 并且在 台湾经历 几场战争的 地理战略特色 逐一的画出 构成了给皇帝 看图书故事的 系列图册 乾隆 五四三年 七月十四日 皇帝在这天 处理了 荆州改建 豁免四川岁 身表 猎父等 正式之余 他就花了时间 处理摆在龙岸前 一批钢装表的图册 这位喜爱在各种 名画上盖印的 皇帝 在故宫泊云的 昌柄上面 我们看到 太多太多 他的印章了 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 变神 成为一个神友 台湾的探索者 拿起过去一年多来的 几份 飘扬过海 或许仍然 带着微微海盐味的 皱折 足以细细的比对 文字跟图像 此外 他还特别照来了 刚刚从台湾 这个时候 他仍在热河睡 到热河不久 三天之后 要参加宴会的 参赞 叫海兰茶 来咨询他图册里面的细节 这套图册是 乾隆皇帝 在这一年年初 命令 在台湾 负责剿灭 林爽文 庄大田事件的 福康安 七草会制的 一如这位 尚未成为 十全老人的皇帝 在过去几次战争当中 都会特别要求 要画 德胜土 用来宣传 帝国伟业 不过借此机会 福康安 透过这一套 平定台湾 德胜土 最初版本的图册 让皇帝得认识 遥远台湾的 三川地貌 另外呢 很特别的 就是 让福康安 本人 在每一幅土里 每一场战役当中 都出现了 他的作战因子 往前回溯 乾隆 五十一年 也就是 一七八六年 那是 林爽文 启示 虽然略显仓促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进展顺利 南北都有不少人响应 一时 盛世豪大 婆友 大约六十年前 朱一贵的影子 乾隆皇帝第一时间 获持消息 并不认为 这是会动摇 亲帝国 在东南海江 统治权的世界 只视为一场 他统治了半世纪以来 屡见不爽的 台湾泄斗罢了 皇帝就派了 他非常信任 也是本该负责 台湾军武的福建水师提督 黄世俭 跨海前往台湾处理 这个时候的黄世俭 高龄六十四岁 而且呢 刚刚死了他的儿子 不过他经验老道 久力沙场 而且在这里的沙场 还是长期被认为是 异域海外的台湾岛 当黄世俭渡海 前往台湾的时候 战事颇为顺利 一度朋友 朱一贵事件的时候 清军得以七天收复 头戴明朝帽 身穿清朝衣 五月称永和 六月还康熙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感受 然而 原先看此顺利的战事 却从 黄世俭和另外一位 福建陆路提督 任成恩 长达数个月 停滞不前之后 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叛军大规模的反攻 清军从主动 沦为被动 在这个之后 乾隆皇帝屡屡接到 来自台湾的败战消息 不满的情绪 逐渐高涨 他不愿相信 黄世俭这位 历练丰富的将领 是失败的主因 所以就快追到旁人 例如说任成恩 随后又派来了 更有经验的将领 到台湾 冲旁复仇协助 甚至试着 要给黄世俭 台阶下 认为呢 哎呀 因为死了儿子 白法人送黑法人 再加上六十四六十五岁 年迈体弱 因而没办法 专心在战事上 就叫黄世俭 先回漳州养病 即使短时间之内 皇帝替黄世俭 想了这么多条路 但最终 皇帝还是忍不下去 承认了黄世俭 必须为战事失利负责 就把他软禁在漳州 而且呢 准备要缔结到北京 来问审 黄世俭离开台湾 接替福建水师提督的 是同样 嘉学院员的蓝元梅 蓝元梅的真宿主 叫做蓝里 他曾经是师郎 在澎湖海战当中 冲锋陷阵的一名 肖将 浴血带伤奋战的他 更获得了叫做 破图将近的美誉 蓝元梅 他的祖父蓝廷真 是平定朱一贵事件的领军者 蓝元梅 有先祖之风 令人沿海重要的武职 首席水性 所以这个时候 他被位以重任 除了水师将领之外 蓝元梅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近日台中一带 蓝星庄的大地主 他的产业位于 林爽文大本营的周围 蓝元梅和林爽文之间 有着难以言语的复杂关系 蓝元梅的表弟 投入了林爽文的阵营 作为军师出谋策划 蓝元梅以当时 难民蜂拥而至的陆港 作为核心进行调查 仰赖的就是 从他的田园上 逃难到陆港的亲属 所提供的词讯 然而蓝元梅 倒也不必过于担心 他可能会和 在林爽文阵营里的 亲戚兵戎相见 因为没多久之后 蓝元梅 就在陆港染病去世了 就像朱一贵事件的时候 他的祖父 蓝廷针的顶头上师 福建水师体督 施士镖 那也就是施朗的儿子一样 在抵达台湾之后 就去世了 当乾隆皇帝 调派军队大将 前往台湾的时候 他就在避暑山庄 任何 召见了福康安 相较于黄世俭 或者是蓝元梅 福康安家世子显赫 是完全不同等级的 福康安出自满洲大族 他的历代先祖 功勋昭卓 更是大学士 护痕之子 孝贤皇后的侄子 他自幼是在宫里面 长大学习 后世拜官也使 更指出 福康安 身批艺术十三 操场加封 加赏十三次 而暗子 他是皇帝的私生子 虽然这个是无稽之坦 但不可否认的 富康福康安 这两代在乾隆朝 称得上呼风唤雨 那个时候才三十四岁的福康安 他已经历任了将军 总督巡抚 他参加过金川战役 平定了甘肃云贵这些叛乱 不过到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亲自读到过 大规模的战争 也许就是要给福康安这样的机会 也对他有所期许 也是对于孝贤皇后的爱众 严慎照顾 那在选定福康安领兵度台之后 乾隆皇帝特别把福康安照到热河来亲自下指令 可以肯定的是 福康安经营满洲上午文化多年 他本人也一定渴望 有一场他可以亲自主导的战争 来证明他自己 乾隆52年 皇帝称是指派福康安 前往镇压台湾临爽文字乱 而且告诉他 你身为复衡之子 皇后的侄子 我对你信任有加 成功众种有赏 但如果失败 入了你自己的复查加深 那我也同样会严格惩罚你 不会宽淡 就像当初皇世锦一样 乾隆皇帝为了让福康安 能够毫无后顾之忧 从各地加派军队供他调遣 其中有善于山战的四川西藏的部队 也有善于水战的沿海部队 还把跟福康安非常熟悉 也不有经验的官员都派往去协助福康安 像海兰茶这样久力沙场的老将随行 就是要求一举成功 这是要让福康安借这个机会 可以一举 攫取战功 这段历史中间有很多的细节 光是福康安被派往台湾 其实就牵涉到当时清廷 从皇帝到皇族到军事将领 沉沉的考量 所以我们要了解台湾历史 可以借由这种方法 不单纯只是记得一个零爽文事件 而是进一步迟到了福康安 乃至于进一步迟到了 又平定台湾得胜图 这篇文章就收录在 尽力为大家介绍的 图像里的台湾史这本书中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